大家好,我是Stan JVP娛樂是不是要推出JVP版的Gutbit 引起了韓國網友們以及私信我的華語權網友們的關注 12月8號,一位韓國網友發現到JVP娛樂在12月6號 註冊了TWINZ1TWINZ的上標圈 這位網友猜測,這會不會是使用JVP娛樂旗下女團的名字 TWICE 1集MX29組成一個像SMCUTBIT一樣的限定女團TWINZ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反應 哦,是像CUTBIT一樣的分隊嗎?超期待 應該是TWICE MX1集 不是ZI而是ZY的話 應該是1集兩人組合分隊吧 台外粉絲們猜測是1集的小分隊 TWIN加1集的可能性比較高 想到TWICE的MISAMO的話 1集也是該出個小分隊了 不是以蘇滿去了JVP娛樂的話 1集小分隊更具現實性 不管是JVP版CUTBIT還是1集小分隊都很期待 聽說是1集的玩偶 原本簽約的地方合約結束了 所以JVP娛樂要做新的 已經確定是1集的周邊了 JVP娛樂的玩偶都是有名字的 所以 JVP版CUTBIT 1集小分隊 1集玩偶 大家希望是什麼呢? 然後大家喜不希望能有JVP版的CUTBIT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韓網推薦TGN Plus 必看韓劇 Soundtrick Soundtrick 2 首先 Soundtrick是由韓索與彭香喜主演的浪漫愛情劇 內容在講述 做了三年職業作詞家的恩素 收到了一位著名作曲家的作詞委託 為了抓住這次機會 他努力寫詞並提交 但因為歌詞中缺乏單戀的情感而被拒絕 那時 他叫來了他20年的青梅竹馬攝影師Sono 一起發洩情緒 並聽到了他長期單戀的故事 恩素逐漸被Sono的故事給吸引 決心不能錯過這次的作詞委託 他請求Sono和他同聚兩周 來幫助他完成作品 第二天 他們共同生活兩周的日子開始了 兩個人在創作歌詞的過程中 度過了快樂的時光 隨著對彼此的了解躍深 感情也慢慢地產生了變化 兩個人究竟是友情還是愛情呢 然後是由陸桑雲 Kumse Rook主演的Sound Track 2 Sound Track 2內容在講述 熱愛音樂 但不得不放棄夢想的 鋼琴家教老師 Hyunseo 與他曾經熱烈相愛 卻又冷淡分手的年輕友為悉 有錢男友疏忽 以及讓他能夠重新抓住 逐漸褪色夢想的年夏男K一起 為了音樂項目 住在同一屋簷下所發生的故事 前男友 年夏男 住在一個家裡 真的兩部都是讓人療癒的浪漫愛情劇 所以正在談戀愛 或者是想要談戀愛的人 絕對不要錯過 DG Plus 韓劇 Sound Track 2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反應 因為喜歡演員所以看了一次 因為喜歡主題所以看了兩次 因為喜歡他們的化學反應 所以看了三次的劇集 真的是一部沒有任何多餘的內容 只有重要場景的劇 對喜歡這種內容的人來說 真的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劇情 一直讓人心癢癢的 昨天看了Sound Track 2 真的很有趣 俗禍發表的時候 Hyunseo裝傻的樣子真的很好笑 Sound Track系列不僅是劇集本身很棒 而且OST也非常好 一定要聽聽看 所以最後就順便給大家介紹一下 我非常喜歡的Sound Track OST 就在做電玩 tiene 然後就出去看了 然後可以追蹤放置 或是要阻止 當中的不幸 頭來就被現了 然後呢 那是 我們有一次來巨人 我們來的 所以 我們來的